每个人都想成名 每个人都想被人知道 要想成为名人 你必须有一种天赋或技能 使你独一无二 与他人不同 有些人找到了自己的成名之路 他们创造了一些有史以来最离奇 最古怪的世界记录 今天的三三方一是 为大家介绍五个最古怪的世界记录 单手最长的指甲 在一些人眼中 长指甲是富贵的象征 经常做家务的人一般很难留指甲 但令人意外的是 世界上单手指甲最长的却是一名男性 2014年在印度的普纳市 在一次官方测量中 室内达尔奇拉尔的指甲总长度为909.6厘米 相当于一辆公交车的长度 其中最长的拇指指甲长达197.8厘米 成功打破单手指甲最长的世界记录 奇拉尔出生于1937年 14岁时 他因为不小心弄断老师的长指甲而遭到殴打 从那以后 奇拉尔就再也没有修剪过他左手的指甲 虽然奇拉尔为自己破记录的指甲感到自豪 但养成世界上最长的指甲并非易事 由于指甲的重量 他出现手指毁容和左手工容上失 左臂的神经损伤也导致了左耳失通 至于好处 奇拉尔说因为长指甲 他从来不用排队等候 2018年 一名戴着口罩并使用电动工具的技术人员 在纽约的剪指甲仪式中 小心地剪掉了奇拉尔的指甲 最长的八指胡 胡须对男人的气质个性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直是男人骄傲的象征 有研究称胡子农民的男人更容易快乐且长寿 在某些情况下 小胡子使人能更好地被识别 比如德皇威廉二世的胡须极其夸张 这也让他在媒体宣传中占据群众优势 拥有更长的胡须会使你的辨识度提高 如今印度的拉姆辛格乔汉 是世界上最长胡子的拥有者 2010年 在意大利罗马的一次活动现场测量显示 他的胡子长达4.29米 打破并保持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 现年66岁的拉姆从1970年开始续胡 每天花两个小时呵护他 以确保其持续生长 每两周保养清洗一次 留着这么长的小胡子 现实生活中并不方便 当胡子较短时 拉姆曾经把它包在耳朵上 现在拉姆夫德布将它缠在脖子上 因此睡觉时会很不舒服 一次在脸上平衡最多的勺子 在脸上放勺子并保持勺子不掉下去 是一种有趣的游戏 但如何让更多的勺子在脸上保持平衡 且不掉下去 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 来自塞尔维亚的达利博尔 贾布纳诺维奇 出生于1985年 2013年9月 他在自己的脸上挂满了汤匙 一共31把 创造并保持了世界记录至今 除此之外 他还在11个类别中 打破了多达26次的吉尼斯记录 如用一只手展开一卷卫生纸的最快方法 在身体上挂上79个勺子 并保持平衡等世界记录 这些荣誉使他成为 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最多的塞尔维亚人 虽然听起来在脸上平衡汤匙 似乎很简单 但如何保持更多的勺子 比看起来要更困难 挑战的过程中 不允许使用胶水 最高的帽子 奥迪隆奥扎雷是一名帽子和时装设计师 40多岁的他 非常喜欢帽子 他认为帽子一直被用来提高佩戴者的伟大程度 帽子越高就代表佩戴者越伟大 奥扎雷从小对制作帽子充满激情 如今他制作了数百领帽子 并希望看到它们成为主流 在制作更高的帽子过程中 最棘手的是随着高度的增加 帽子很容易翻倒 在建造了他的第一个原型之后 一阵强风把它吹到了地上 将这件杰作打碎 2018年 经过不断的测试 他成功戴着这顶4.8米高的帽子布倒 打破世界上最高的帽子世界纪录 后来这顶帽子被攒染在一家民俗艺术咖啡馆里 这家咖啡馆在当地被称为古怪艺术家的天堂 用鼻子打字最快的人 我们的手指有时会在长时间打字后 感到疲倦并开始疼痛 此时让我们用鼻子打字怎么样 这听起来很愚蠢 但有人却创造了用鼻子快速打字的世界纪录 2017年8月20日 一位来自印度辛德里 名叫达文德辛格的男子 从容自信地打破了用鼻子 打出130个字符短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用40.19秒打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向我提出挑战 要求我在最快的时间内用鼻子打出这句话 之前的记录是43.85秒 有时我们大多数人甚至不能用手指快速打字 但辛格通过鼻子来快速打字 并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 上述世界纪录 无疑是你在世界纪录大拳中 遇到的一些非常奇怪的纪录 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 总有些人可以做到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是他们独特的天赋 每个人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东西 我们应该尊重和欣赏每个人各自的技能 最令你引以为豪的技能是什么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期节目将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